指望已審議 數字幕提供 You might want to put your phone on because I'm going to speak Chinese 接下來我要報告一下台灣的社區醫療群 台灣的健保系統被形容是世界上最好的 都沒有缺點嗎 真的嗎 我很懷疑 其實我們也碰到很多的困難 我們有Effectiveness的問題 我们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一年看大概30次的门诊 然后这些门诊大部分都在医院里头看 台湾看病非常的方便 方便到有点随便 你就是走进医院就会看 那我们也有figmented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基层医疗跟我们的二级医疗 它就是地区医院跟区域医院 我们的三级医疗是所谓的医学中心 中间是没有连接的 所以我们的照顾是非常的片断的 那我们有equitable的问题 我们在偏乡一样有医疗资源缺乏的问题 那第四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随着我们快速的人口老化以后 我们的长辈65岁以上的长辈 他平均有大概3.5个慢性病 可是我们的系统是被设计来治疗急性病的 所以我们一个长辈 如果你身上有三个病 你可能一天要看三个门诊 也因此我们才会门诊看到30次 那这个13%的长辈 用要我们将近40%的医疗资源 所以我们有各位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那我记得所谓压垮夺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2004年 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SARS SARS的时候 我们突然间发现 台湾的所有医学中心 全部几乎沦陷了 就是因为SARS的病人 早期的症状就是感冒而已 他就跑到医学中心去看 所以我们的医学中心都发生了 SARS epidemic 因此连他自己都完蛋了 所以很有趣的 很像请您看到那个partnership的部分 我的老师们 这些医学教育家 像今天各位就聚在一起 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 而且要做的不一样 要改变我们的系统 那他们认为说 台湾人很相信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一定要非常的innovation 那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系统给 integration起来 因此我们想出的办法是这样子 我们在社区医头找到一个医院 那跟基层的primate care center 大概五到十个 变成一个所谓的社区医疗网 那具体的这个医疗网做什么事 大概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愿意加入你这个社区医疗群 接受照顾的人 这个人跟他整个家庭建立一个所谓的family archive 家庭档案 这样就可以来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医疗 第二个大家应该可以想象 要做这样的事情 要有一个很好的infrastructure 还有一定要用informatics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share care 我们在台湾翻译成叫做共同照顾 那这个值得来特别解释一下 大家看一个向上的箭头 指的就是说 这些primate care center GP呢 看到比较复杂的病人 他可以转到医院来 那转到医院来干什么 如果他只是到医院来做一些简单的检查 或利用医院的一些设备 比如cat 那他就在那个 他自己到医院来看门诊的那个时间 开给他 那这样民众就会觉得 哦 我虽然看基层医疗 可是 我可以利用到医院的设备 所以他会应用到基层去看 第二个如果这个病人 同一个病人他需要开刀 那你不但 你还可以到医院来跟着医院的医师一起查房 我们甚至明文规定 基层的医师来看他的病人的时候 至少总医师后副理长要陪着查房 那如果要开刀 大概可以进开刀房 这样我们的民众会觉得说 在基层呢 看病 有受到一个持续性的照顾 他们会觉得很靠谱 所以他们就愿意到基层去看病 那向下的箭头代表什么呢 过去台湾的是不转诊的 直接跑去医院 或直接跑到诊所 有复杂的病人 或比如刚刚开完刀的病人呢 就在转回基层 去接受这种可静性很好的照顾 因此呢 我们做这样的改变以后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三个A三个C的care 那在华人的社会里头照顾好不好 不能自己说 一定要用一些指标来评估 所以我们有一些smart的indicator来评估 这是我们想出来的办法 那到2012年年底的时候 台湾大概有500个的社区医疗群 那大概是我们25%的GP 30%的那个基层医疗诊所 照顾了我们12%的民众 我们希望2020年的时候 这个数据可以double 那接下来我要举一个例子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怎么利用社区医疗群 来照顾我们慢性病的糖尿病病人 我们想出来当然就是所谓的共同照护网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由卫生部 然后由县市的卫生局跟健保局 来成立一个网络 那这个网络的中心当然是病人 那我们做什么事呢 刚刚的这三个公部门单位 他就会成立一个所谓推动小组 那英文叫做supporting 那他说supporting其实在华人社会里头 他说上级单位说我来帮助你 常常都是我来监督你 所以他会看着你要做好这件事 第二个他有整个团队 那个团队我写个二的地方 你会看到dietitian 那我刚刚忘了跟大家报告 台湾的诊所以前都是一个人开业 所以如果要照顾好糖尿病病人 他需要有营养师 那怎么办请不起 他们很聪明 整个医疗群一起请一个人轮流用 如果你的社会医疗群还太小 那市政府帮你请 请了以后给大家用 所以用这种central recruiting的方式 来解决人意的问题 那另外如果有需要更高端的 比如说眼科医生怎么办 这种虚有动物 那就outreach clinical 我们做的方法是这样子 那第四部分健保局 就是要把省下来的钱能够花给 能够给这个团队 我觉得是很重要一点 我等一下会再免费这一点 那我们过去几年 我们的那个跨专业的团队越来越多 那各位要知道 这么复杂的 跨这么多专业的服务 一定要有一个人集中去协调 或者民众会懵懵掉 他会不知道怎么去找服务 第二个我们医生包括我都是很懒惰的人 我们不喜欢做那个很杂的事情 所以要有一个人帮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部弄好 那你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们的跨专业团队能够越来越多呢 因为省下的钱可以分到 那再来我跟大家讲一下说 我们在那个城乡差距的问题 大家在经济学里有都知道说 当经济规模越小成本就会越高 那我们很遗憾的发现 过去啊 我们台湾大概70%的诊所 一年看的糖尿病呢 不到90个 也就是他三天四天才看一个 所以这样的规模要怎么办呢 我们想出来的方法是这样 我们很强调说 在照顾或者是empowerment的过程 一定要有不同的方法 在医院的部分 我们就是用刚刚用统一招募的办法 来降低他的cost 那对医院他有很多的资源他不做 那我们就会有刚刚那些什么 推动帮助小组来监督他 经过这样的努力呢 我们到2016年 我们的糖尿病病人呢 已经慢慢一半在诊所治疗 一半在医院治疗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病人赶到诊所 赶到基层来 接受这样的照顾以后 我们发现我们在不同的医院呢 他的各方面的指标都进步了 然后我们也证实了 我们的那个2002年到 2004年到2012年呢 我们在基层医疗的那个 接受这样整个program的 coverage的比率呢增加了很多 所以我们城乡差距变小了 这是我今天的结束语 台湾的社区医疗群已经证实 自己可以提供很好的慢性病治疗 可以降低城乡的差距 那我们强调说 empowerment的时候要因地制疑 这是做一个华人有一个好处 我们的祖先留很多的那个经典给我们 其中一本书就是《易经》 《易经》里头有一句话说 《易阴易阳自卫道》 其实就是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那启发了我一句话 所谓的基层医疗或整合 就是在基层里头可以有专科医师 然后医院里头有基层医师 这就叫整合 那我们觉得会变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challenge 都是我们将来的机会 报告完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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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纙 谢谢 鲜